克斯摩,我们有帮上亚裔姐姐的忙吗? 也许吧。 阿波尼亚妈妈那里,会有危险吗? 有一定在的话,应该没问题。 我们要过去看看吗? 不,就像伊丁说的,我们应该远离危险。 克斯摩骗人。 格雷修? 你明明不想远离危险。 你不喜欢等在这里,对吗? 克斯摩从刚才开始,就在想起她的事。 亚裔姐姐和威儿威姐姐走的时候,你盯着他们看了好久。 我知道,克斯摩想和他们一起去,那个时候也是这样。 克斯摩想和大家一起战斗,却被要求盗上那艘船。 克雷修? 克斯摩喜欢飞船,也喜欢星星。 我知道,那是克斯摩的梦。 可为什么,可为什么,你一点都不开心呢? 所以,我去找了威儿威姐姐,跟她说,我要代替克斯摩,登上那艘船。 果然是这样啊,我问过威儿威很多次,她却坚称那是她的一时兴起。 是我让威儿威姐姐保密的,我不想让克斯摩难过,所以,在那之后,克斯摩实现心愿了吗? 我不知道,也许我只是徒劳地丢掉了性命,没能做到任何事,也没能成为英雄。 我,没有问过其他人关于我的节目,我没有勇气去问。 我,我害怕听到,自己不想面对的答案。 那,你为什么想当英雄? 是因为英雄很厉害吗? 只是一方面吧。 英雄,是能够帮助大家,带领人们走向胜利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一定会战斗吗? 哦,那我当不了英雄。 不,不是的,格雷修。 有时,我们说的战斗不只有一种方式。 那英雄,一定会死吗? 那我不想克斯摩成为英雄。 爸爸妈妈不见了,我听大人们说他们是英雄。 戴斯多比亚姐姐不见了,你们也说他是英雄。 最后,克斯摩也要离开我,为了成为大家的英雄。 所有人都变成了英雄,那,我呢,这一次,克斯摩也会想当英雄吗? 克雷修,不是想成为英雄,就能成为的。 那,当某个时刻来临的时候,你也会知道,你必须,不管付出什么代价,都要去做到某件事。 也许是为了某个人,也许是为了别的什么。 而这一次,五万年前没能做到的事。 我。 这一次,我可能还是会想成为英雄。 格雷修。 但那绝对不是为了赴死,是为了点亮,生的希望,我们迈入黑夜。 正是为了那道虚光。 克斯摩,你知道吗? 你每次想要瞒着我,一个人去做什么的时候,都是那种表情。 但我不想这样,我不想被大家保护,不想被一个人丢下。 我也想和大家一样,拥有自己的颜色。 所以,告诉我,好吗? 克斯摩,你打算去做什么? 克斯摩,你打算去做什么? 克斯摩,你打算去做什么?